欢迎今天你们 让我们欢迎乐天女孩 Rock Ten Girls 来上去 让我们欢迎 卫拳小龙女 J格尼奥迪 还有 还有 合选 龙广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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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十 cher Q 龙广渣泄 龙广渣泄 白天十 cher Q 让我们欢迎 彰化梁永齐 電報女 電報女 沙沙 一起沙沙 等一下 再過了 再過了 不好意思 一 二 三 拍一下 We are 沙 沒有 我們都拍了 拍了差不多了 拍完了 媽媽 OK 謝謝你 啦啦隊還沒結束 剛剛那個是 結束了不是嗎 沒有 那個樂天女孩 小龍女還有我 電報女 電報女 我問一下是怎樣 不好意思 你今天穿這一套 啦啦隊啊 蛤 啦啦隊啊 我們已經有正式的啦啦隊了 我們也有非正式的啊 非觀看的啊 自己也知道啊 對啊 自己也知道啊 我們也很不錯好不好 哪裡 就 顏值跟身材 我到底主持 主持 我可以主持 要可以主持 對 我是正式主持的 單願了是不是 單願了 跳完了是不是 跳完了 真的要來錄影了 要 就你在拍 你拍完了沒 那我們來錄影了 好 來 歡迎收看 百變製作心 立起動腦筋 剛剛真的 你知道嗎 要模仿啦啦隊啊 也是 不得已 因為有什麼不得已 你本來想說 我還不用到請出 我的長輩跟身材 我可以藏在後面一點 對啊 但是現在啦啦隊女孩 真的太厲害了 年輕貌美又有活力 而且啦啦隊的商機也破百億 真的 你知道他們像之前 他們那個人形立牌有沒有 對 那個看板拿出來估價 哇 可以賣到 而且15分鐘內就秒殺 天啊 我記得好像那個樂天有 我們還有人賣到 16萬 16萬 講一下他們 他們 粉絲們有多麼瘋狂 多麼熱愛的一些舉動 但是我跟你講 因為粉絲很愛他們 對 粉絲彼此之間會互相管秩序 那粉絲也會介意 我們主持人有沒有好好 正式介紹他們 對不對 我們首先 先來歡迎萬眾矚目的 熱天女孩 歡迎苡萱 好 請大家 來掌聲 當然我們聲量很高 衛泉小龍蠟 萬眾歡迎主持人 新陳還有你來看 真的耶 像剛剛一來 新陳剪頭髮馬上攝影大哥 你頭髮怎麼剪那麼短啊 都有在發了 有 有 粉絲都很瘋狂 都很心疼 那苡萱出國去玩 還是外景什麼的 搬機時間也會顧忙 對 苡萱有人接機 有 而且我們其實是沒有特別講 可能是前一天直播就說 明天要搭飛機了 我們也沒有說搬機時間 然後也沒有說我們幾點要 就是出關什麼的 對 他們會直接從 就譬如說我們今天去東京 他們會直接從 查那個東京到桃園的 所有的那個搬機的時間 今天還滿多搬的 對 他們會在那邊等喔 就是為了要等到你一出來 然後他們拿著你的應援金 然後你被嚇到的樣子 很驚喜 你們怎麼會啦 然後我們就很喜歡這一刻 他們都很開心 然後就送你們去停車場或什麼 就這樣短短的 對 就短短目視你 然後可能請你簽個名 或者是合個照 就這樣短短的十分鐘十分鐘 他們就很滿足了 對 他們會等一整天 而且他們把它放在線洞 也期待他們的轉發 對 對 那這邊小龍女也是 下雨天也去現場 對啊 下雨天的時候 風雨無阻就對了 假如我們沒有嚴賽的話 他們也會在現場跟我們一起 就是求賽這樣應援 然後就是除了會幫我們撐傘 他們賽後會準備 一鍋雞湯給我們 就是我曾經就是在斗六 因為我們之前主場 有在斗六棒球場過 對 然後我們就在場外 然後準備一個卡四爐 然後一個鍋子 然後一袋蛤蜊跟一隻雞 然後現場煮 是全隊都可以喝 全隊都可以 球員跟拉拉隊還是 沒有… 又不是你們打球 你們… 拉拉隊很辛苦啊 沒有 拉拉隊只有拉拉隊 對 就一人一碗 然後就是香菇雞湯 然後唐莉這樣 喝了回去都還好嗎 我們就我們感冒還好嗎 很亂… 很亂心啊 食物都出來了 琳琳 食物…有沒有 就是除了台灣的粉絲很熱情貼心外 我們國外的粉絲也滿熱情 也滿熱情的 因為我要講那個香港的粉絲 因為我們滿常去香港那邊應援的 對 然後粉絲都是會幫我們準備好 可能像豬扒包啊 或者是可能雞蛋仔 就是當地的美食 然後都是每個人一人一份 然後或是一大堆這樣子 然後都滿滿的這樣子 然後他很貼心的是 他會貼上我的貼紙 貼紙 他別拿錯吃錯這樣 不是… 他可以拿錯吃錯 誰會拿錯吃錯 做麵子給我的樣子 有點像他在公關那樣 對 就是我的粉絲 然後請大家吃 就是他全隊都可以吃 但是這是零蛋的粉絲 香港貼心很熱情 我跟你講香港粉絲 我終於有一個 我之前那個過年那時候 我不是去比拳擊比賽嗎 是 而且香港的拳擊也很風險 有… 所以我剛好打的那一場 我是一個香港的對手 當然我打錯 我被打到肋骨受傷 結果 我比完賽的時候呢 他還跟我合照 然後他跟我說 他是我粉絲 都有在看我節目 我心裡想說 不是啊 你剛剛在台上把我打成那樣 你不是這個臉你知道 香港的朋友真的好客氣 結果你知道他打完 上面一秒打完以後 下一秒再休一次 過來跟我合照 我心裡想說 這是粉絲該做的嗎 對 為什麼你們粉絲這樣 我粉絲是先做的 一樣啦 你粉絲先打 打那個前面是你的注意 我真的是嚇到了 但是星辰應該有一些粉絲 不能輸 浪漫一點的 因為像我就是生日的時候 之前有一年生日 然後就有一個粉絲 然後他是送了我一個 就是看起來很像一個禮物盒 就一打開 那它是一個愛心的形狀 然後裡面有很多的玫瑰花 然後我想說 原本以為就只是一個花束而已 沒想到還有一個小猴子一打開 就是一個 結婚的真的 不是最底堂那一種嗎 那是真的一個戒指 然後我就嚇到 想說 這是什麼意思 那我花 嫁給他 嫁給他 對 就是有一個賺戒 然後他又寫卡片 然後他就講說 這是我愛你啊 什麼之類啊 生日快樂 已經愛到戒指都拿出來了耶 戒指來了 送送還有什麼好聊嗎 送送應該 送送應該粉絲 很多 對啊 送送算是高挑 你在剛加入樂天的第一年的時候 剛 因為他是想 是學妹耶 加錢耶 加錢耶 我玩家的粉絲 然後第一年生日就 就有粉絲 就是租公車的廣告 公車廣告 然後祝我 祝我生日快 是不少錢耶 那是1月10號摩羯座 這很貴吧 摩羯座 因為我是不知道價錢 可是我自己又去捕捉那個畫面 然後再吸一群 就滿開心的 很漂亮耶 而且現在大家都記得 他生日1月10號 1月10號 對啊 真的好用心喔 真的喔 那換like沒有什麼可以講 對啊 都出來了 like怎麼辦 沒有 我印象中就是 反正有個粉絲就是 他是其實住南部 因為我們球賽跟通告 大部分都是在台北 對啊 然後我又是那一種很常 前一天或前一刻 然後我才說 我等一下會出現在哪裡哪裡 所以他就放棄改追高雄來 沒有 沒有 就是他就會立刻請假 然後就直接搭車上來台北 參加我國中 為了妳工作都不要了 對啊 所以他可能是老闆 才可以這樣請 有可能 我也在想 因為不知道是做什麼工作 然後他就專程來到現場 然後你生日給你看很多 他買了衛權的股票 結果他是衛權的股票 真的 因為這些粉絲 都已經親到像家人一樣 對 然後像他們不管是工作 還是上通告 永遠都覺得帶著粉絲的支持 是 然後覺得心裡暖暖的